来台南徒步晃晃 到底能吃到什么呢? 今天麦麦带你台南吃套套 让你都不用欢乐 首先来到百年老店万川号丙部 店内贩售很多古早味的糕饼类 但他们的肉包跟水晶饺 可是老饕们都会买来吃的点心 肉包有分两种 有蛋黄或原味 外皮有很细致的口感 微黏带甜 内馅的肉丸饱满 趁热吃好吃哦 我很喜欢 不得不称赞这水晶饺 很Q的外皮 里面包了笋子跟肉燥 有很重的胡椒香 非常推荐 特别的是 都可以用礼盒方式包装 送你超方便的 第二站来到广仔四目鱼丸 超过一家子的台南老滋味 同帆美食 价格超级清明 每桌都会有一碗 综合汤40元 满满的料 汤头清甜 鱼丸都很脆口 肉燥饭 肥肉较多 很Q很香 骨汁不会过咸 炸馄饨汤35元 混沌皮很厚 肉馅好吃 下次还是选单点就好了 毕竟我喜欢吃脆脆的口感 焦香的鲸鱼肠 沾点椒盐就很好吃了 很多人都无法接受那肝脏的味道 但我还是觉得香啦 新开幕的IPT咖啡 是从高雄搬来台南的 废墟风格 也有免费的插座 空间宽敞舒适 甜点都是店家自制的哦 可以做很久 因为每个角落都可以拍出美美的照片 店家之前都会参加很多市集 招牌甜点就是斯康 我的朋友都会私信封的买好几颗 我点了柠檬卡 酸汽香气都很到位 焦糖马其朵好喝 咖啡顺口奶香味十足 奶泡也很绵密 比例刚好 这家咖啡厅可以常回来做做 口庙对面的布佬庄药膳香肠 是府城十大半首里之音 大多是重口味系列 有蒜味香肠 药膳香肠 黑胡椒香肠 点了只60元的臭豆腐香肠 口味独特 鲜香味很够 不油腻 但是很臭 哎!台南就是要边走边吃 咖啡菜 今天的路线我会放在片尾 这是台南美术馆二馆 它的参观人数是台湾 博物馆美术馆之馆 而旁边有爱街的瑞咖啡 以外带为主 老板可是咖啡拉花的冠军 很多人都为了巴勒冰咖啡 跟黑糖拿铁咖啡而来 天气太热了 我点了一杯西西里 酸甜度适中 相当顺口 很好喝 非常值得买一杯 坐店门口 把呆 穿入小巷内 找到了这家 新益城制面 是一家意面制造厂 现场可以看到大姐们 不停的油炸意面 而还有一样商品 是冬天限定 一年只贩售4个月 这就是蒜蓉汁 古早味甜点 一包50元 看着老婆婆近85岁 还很见了 我们包着蒜蓉汁 超棒的甜食 回家后不到两天 我就吃光光了 在国华街上的春蚵爹 日人气炸物店 每每都要排很久才吃得到 金黄色的外皮 香味扑鼻 卖相很诱人 已举办11年的普基店灯会 今年更加盛大 总共有1600颗灯笼 包挂在国华街三段上面 虽然只有拍到白天的景色 但微风吹着摇摆起来的灯笼 还真壮观美丽 晚上一定要来 肯定更加迷人 走回车站的途中 一定要来喝杯60plus的茶饮 这家全使用自家茶园产的茶叶 非常适合喜欢品茶的人 中正路上的消防局 整栋建筑物的外墙也挂满了灯笼 营造过年的氛围 有种象征火神雾佑的意思 晚上整栋大楼瞬间发亮 非常值得来拍照 台南真的很适合随性走 四处都有美食有景点 一天下来14000步一点都不会累 每次来台南散步漫游 真的都有很棒的回忆 推荐大家来逛逛 通知 通知 对 中文字幕——YK